大水博览会登场 国内外百所大学参加 还端出了百万奖学金 巴黎皆有苦偿 结果有近3000人 以天地回家 超过了预估人数 一场大雨垃圾山崩塌 房屋被掩埋 居民是有家回不去 更多内容稍后都有完整报道 你好 欢迎收看2月24号的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燕山 今天周末假日 如果你有外出 应该可以感受到空气品质不太好 一整天下来可以看到 在北部是黄灯 以及中部地区亮起橘灯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而在屏东高雄状况更严重 亮起红灯 代表对所有人都不健康 至于明天的空气品质状况 北部中部云加南是黄灯 高雄以及屏东 还是橘色的警戒 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 记得要戴上口罩 而在天气方面 今天晚上东北季风增强 气温又要下滑了 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 都是下雨的天气形态 那今天白天预计在各地的高温 在中部与北极东南部地区还是25到27度左右 南部地区甚至可以到2829 但是明天的话北台湾就会转凉了 高温只剩下20度上下 然后南部地区的中南部地区的变化是比较小一些 还是维持在27到30度之间 那下星期一下星期二 天气会再逐渐的转趋稳定 各地的降雨继续降低 大概只剩下北部和东南部地区 偶尔还会有一些临线的飘雨 那比较要提醒的是 下星期三到28这个假期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道封面通过台湾地区 那目前看起来这道封面的结构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它可能伴随一些震雨 甚至不排除雷雨的状况 明天星期天 北部高温和今天相比会下降7度左右 只剩下20度 但是中南部影响不大 还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但是日夜昏差大 提醒您要注意保暖 好 学测成绩昨天公布 今天北中南三地同步举行的大学博览会 包括港澳 英美德等近百所大学都有参加 还有台湾的大学是祭出百万奖学金 甚至是保证就业学程积极吸引学生入学 大学生活力满满的口号为大学博览会揭开序幕 社会主要的话你如果是数学自然其中一科不好 那可能还OK 有过来人的经验分享 也有教学特色展出 吸引家长学生驻足 选系的时候 就是不要说好像都没有头绪这样 让小朋友比较有一些概念 学测成绩公布 大学及技职院校多元入学博览会随即登场 北中南同步举行 为期两天 就是可以多了解大学啊 就是想多看一下 多了解一下这样 不只应届考生也有高二学生来参加 老师有讲说这边有博览会 想说先来看看一下 各校使出浑身解数端出特色强调优势 可以多去国外做交换 或是现在我们有做跨国的海内外实习 对 可以增加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一百多所国内外大学参展 还有军事院校专区 希望让学子们有更多比较及选择的机会 大家请问张国端 蔡玉凯 台中报道 离台湾相对来说不远的香港 今天也有多所香港的大学来台湾招收学生 以香港中文大学来说 今年一月份申请入学的学生人数 就比同期增加超过五成 最大诱因是香港中文大学寄出奖学金 生活津贴甚至是不收学费的优惠条件 吸引台湾学子赴港求学 大学不烂会港澳专区询问度超高 学策成绩才刚出炉 不少学生已经锁定前往海外就读 可以在那边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 从各地来我觉得对视野的拓展很有帮助 香港多所大学甚至直接设置面试区 现场报名立刻安排面谈 开始就是让我们简单介绍我们自己 还有对香港的了解 为什么想来这里 还有为什么想选这个系 想要进入港校门槛 各科都得达到顶标还寄出最高一年16万港币的奖学金 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更喊出75级分学生 四年学费住宿费全面 相当于300万台币以上 不光是大学给他们发掌学金 书院根据他进的考进的那个书院里面 被录取的那个书院 也可以给他们在我们叫top up 就是再加上一个一部分的那个费用 中间有一年我们保送他们到国外 他们念过的课程的学分我们全部承认 不止奖金还有多项海外实习及交流机会 就读商学院四年级的欧阳瑜 还没毕业已经找到工作 当初就是看重香港国际化趋势 即使竞争压力大也宁愿出走 觉得工作机会比较多 然后外资的非常多的亚洲总部 通常不是设在新加坡上海 要不然就是香港 所以学生非常早的时候 就会开始找实习 你如果做投资银行的话 一个月二十几万台币是没有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今年跟首次邀集 八学院院长及教授 三十人大阵仗来台 海外学校抢人大作战 国内大学也得想方设法 留出人才 台南词中的学生周子瑜 在今年学册里国文获得满级分 子瑜出生单亲家庭 母亲曾经离癌 家里经济陷入困顿 靠着奖学金苦读 不只成绩好 她也懂得付出 曾经是两度捐法助人 捏着纸粘土 周子瑜和妈妈有说有笑 单亲的子瑜 直到台南词中 有特殊家庭学费补助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选择就读 也为妈妈开了另一扇窗 我生病学校还请一的妈妈一的爸爸来家里做家房 然后来关心 看我们生活上有没有需要的 一直都是慈激就是在支持她 然后让她有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 让她有一个就是可以休息的地方 子瑜高二时 妈妈癌症开刀 慈激的关心让一家人更有力量面对未来 困境让子瑜更贴心 感受更敏锐 在导师的影响下对国文特别喜爱 在今年学册拿到国文满几分 她会不断的去精进自己要求自己 然后去问老师说 有什么是可以再更好的 我的家境是破碎的 但是她命运不是要去就是毁 就是去告诉我什么 她只是要我去用不同的创意 更创意的方式去书写她 让她更精彩 人生的困顿子瑜没有抱怨 反而积极参与学校附会职工 还两度捐出心爱的长法 帮助癌症病患 她相信老天给的磨练 是为了让她成为更好的人 大爱新闻 潘映珍珍瑞萍台南报道 来看看温暖的警察高雄 有一名路人突然拦下附近的交通警察 说有人路倒 警察一开始还以为是酒醉路倒 没想到是一名起床的患者 身体不舒服倒在路边 远景担心发生意外 一边接护一边陪伴 顺利让她的家人把她接回家 警察巡逻的路上突然被人拦下 妇人紧张地说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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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警一听立刻掉头火速到达现场 接护的时候可能想说可能是酒驾的 不然就游民 那没有想到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 各位中年男子他真的是躺在那里 车水马龙的路间竟有人横躺 警察未免意外发生 一边疏导交通一边担心地问 原来60岁男子刚从医院洗肾结束 独自骑车返家 突然身体不适才停车躺路边 所幸家人接获通知立刻赶来 儿子跟警察一起将虚弱的他扶上汽车 身体最脆弱时 还好有警察在旁守护 谢谢 患者患者平安启程返家 两位交通警察终于能放心 继续未完成的巡逻工作 大爱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高雄报道 健康一点通 今天来看的是乳癌患者 如果癌细胞侵犯到淋巴 往往必须进行淋巴扩期 但约有两成的患者在术后 患彻的上肢会出现水肿 如果没有小心地保养 照顾伤口 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 要特别当心 左手连平举都有困难 再往上举就疼痛不堪 影响到黄女士日常生活 不只穿衣服不方便 连要端起碗用餐都很吃力 78岁的黄女士曾经罹患乳癌 两年前肩颈酸痛去针灸 结果左肩关节细菌感染 手术后左手就不方便 20个月以前 后面在丢丢乳癌 然后去开刀 乳房和尿巴都拿掉 后来这手终起来 刚才是乳癌那样循环不好 然后到着这个关节 这细菌感染 淋巴水肿是乳癌患者术后 常见的后遗症 发生率约两成 乳癌细胞它有侵犯到 我们的腋下淋巴的时候 将病患的腋下淋巴做一个扩清 可能会导致同侧这个上肢 会有淋巴水肿的情形 淋巴水肿不仅影响生活 因为循环不良 很容易像黄女士一样 一点外伤就感染 打针或者是抽血的状况 尽可能可以的话 还是避免掉 如果要针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我们在消毒上面 要非常小心 乳癌患者术后 有淋巴水肿情形 可以求助附健科医师 目前比较常使用的方式 就是淋巴引流按摩 还有可能会有一些 循环机器的辅助 利用漆压按摩手臂 帮助循环或是徒手按摩都有帮助 从远端往近端这样子 做个淋巴引流 另外也可以自己做些肩关节绕圈 拉手伸展 或是手指爬墙运动 都能改善淋巴水肿 如果有淋巴水肿 要避免手术部位附近或上肢被虫咬 针扎产生伤口 也尽量不要佩戴手镯 戒指等等 避免阻塞淋巴循环 也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慈激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 李哲夫十五号凌晨 因为肺癌离世 本来在美国的大学服务的他 因为认同慈激理念 而决定回到花莲 在慈大服务十年来 孕育许多优秀的学子 今天慈激大学特地举办了追思会 师生们缅怀也表达祝福 李哲夫教授是世界脑血管研究权威 原本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春天实验室 2002年行洗台湾 加上看到静思雨 知福惜福再造福 让他决定留在华莲的慈激大学 真人真 真人热 真可以帮忙朋友 可以疼学生的人 当时要安慰你的家人 Tony has a beautiful life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him 十年来在慈大培育出许多优秀的学子 疾管罹患肺癌 在学术研究上仍然不遗余力 要将专业知识回馈乡里 同时也是为好爸爸 但你们都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科技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我认为他很好的父亲 是他一个很好的教授 超过200位师生及亲友 齐聚一堂 用花朵的芬芳传递思念 希望李哲夫教授能成愿再来 大约新闻 詹兆玉 鄧明怡 华联报导 国际教理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 为了打击北朝鲜的核武计划 周五在华府宣布将对北朝鲜 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 而名单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台商 一上台就受到英雄式的欢呼 得意全写在脸上 更让美国总统川普得意的 是他接下来要宣布的消息 川普23号出席华府的政治会议时表示 为了斩断北朝鲜发展核武的金钱来源 和燃料供应 美国财政部对23家企业实体 以及28家船务公司实施制裁 北朝鲜 中国大陆 香港 新加坡的企业 以及台湾商人张永元 都被列入制裁范围 根据美国CNN报导 张永元和俄罗斯的北朝鲜中间人合作 非法出口北朝鲜煤炭 也有逃避经济制裁的记录 针对川普对北朝鲜新一轮的制裁 分析家说光靠制裁 没办法解决核武危机 就在老爸川普又拿制裁 封锁北朝鲜的同时 美国第一千金伊凡卡飞往南韩 参加冬奥闭幕拼外交 文在寅也说 要把握北朝鲜参加冬奥的机会 促进两韩对谈 减少对立的紧张局势 大约新闻周部现编译 法国巴黎最新的街友人口普查 调查结果出炉 以天地为家的街友人数 是高达近三千人 远远高过政府预估的五十个人 政府是紧急增加了收容中心的数量 让街友们至少不必忍受风吹雨淋 色缩街头乞讨 却只见行人匆匆走过 寒流就要洗犬巴黎 政府赶紧为了这些 以天地为家的街友 设置收容中心 大约新闻 大约新闻 巴黎上周启动街友人口普查 这周三公布最新统计 参丰露宿的街友人数逼近三千人 把暂时住在收容中心 地铁和车站的人也算进去 街友人数达到五千人 这些数字都比先前政府 预估的五十人高出许多 不仅如此 就算收容中心数量越来越多 也不见街友减少的迹象 另一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宏去年才挂保证 2017年年底街头不再出现街友 但随着南亚和非洲难民不断涌入 让他的证件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马克宏不得不正式街友的安置问题 大家新闻周博线编译 好 难民的问题 在整个欧洲地区是越来越严重 德国有一个食物银行叫做饭桌 成立二十五年来 帮助超过了一百万人 但是难民的数量越来越多 还有许多是非德国籍 造成当天难民以及弱势的民众 无法获得资源 现在饭桌决定了 暂时不接受非本国籍的民众 申请入会 长长的人龙在户外等上好一段时间 只为了获得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 德国非政府慈善机构 饭桌的艾森士分布 这星期宣布一项令人震撼的消息 暂时不接受新的外国难民 申请食物补给 除非提出本国身份 及符合社会救助资格的证明 2015年难民潮发生前 泛桌艾森士分布接济的非德国籍会员 约占四成 现在六千位申请帮助的人 超过七成不是德国人 主席塞尔托表示 移民人口占了全市百分之二十三 在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挤压本地老年女性会员 及单亲妈妈求助权益 不得已做出这个决定 面对外界批评 萨尔托回应 现在每周三要拒绝五十到六十个外国家庭 经过解释 他们都能接受 泛桌在一九九三年 由社福人员沃斯创办 主要帮助弱势族群 避免胜食浪费 六万名志工每天到各超市收集食物 再分送给各服务处 帮助过上百万人 其中六成有移民背景 泛桌有效率的管理方式 引起许多慈善单位学习 毕竟资金来自各界捐款 面对艾森市分布在有限资源下 限制新会员的做法 创办人强调 济贫贫不该区分族群 泛桌柏林总部发言人 则呼吁政府一起解决问题 而不是把压力全推给慈善机构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阿富汗又传出了自杀炸弹攻击 发生在首都喀布尔 以及南部与西部地区 造成至少有二十三个人不幸死亡 还有十六个人受伤 满目疮痍的街道 不难看出爆炸的威力 恐怖组织塔利班坦诚犯下在海德 海曼德省的两起攻击 海曼德省发言人表示 虽然击毙一名驾车攻击的炸弹客 但是车辆还是抵达军事基地入口引爆 造成两名军人死亡 而在首都的攻击 伊斯兰国坦诚所为 锁定的目标就是北约大门 好来看这群女孩被称为是蒜香女孩 名称由来是她们生长在南韩 一处农业城镇 家乡盛产的旧式大蒜 而这群蒜香女孩们 其实就是品尝冬季奥运 争夺女子冰湖金牌的选手 场馆外满满人潮 都是为了一群为国争光的女孩 2018平昌冬季奥运 南韩女子冰湖队表现优异 使得原本很少人关心的冰湖运动 成了热门话题 队中五名成员都信金 被称为Tim Kim 其中四人来自人口才五万多人 以大蒜闻名的易成郡 所以也被取了蒜香女孩的昵称 蒜香女孩们在循环赛 击败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强队 八胜一败排名第一 四强赛又以一分之差显胜日本 周日要和瑞典增金 队长金恩靖的老家 有许多无法到比赛现场加油的亲友 透过转播关心赛事 她的奶奶虽然还搞不懂冰湖 是什么样的运动 拿着孙女的器材家族照 秀出家中一面面奖牌 提到孙女的每一句都是骄傲 其实冰湖运动在南韩发展的很晚 也不蓬勃 2006年才在一城郡 盖了全国第一座冰湖中心 当时还在念高中的蒜香少女队员 接触了这项运动 直到2014年索契冬奥 才有南韩女子冰湖队参赛 多年来蒜香女还在缺乏赞助 自掏腰包天购设施的困难环境下努力 终于在今年平昌冬奥开花结果 有民众把选手帅气的样子画成漫画 婆婆妈妈跟着玩起冰湖 还有人用扫地机器人跟拖把模仿选手英姿 这股冰湖热是否代表这项运动就此在国内崛起 选手表示先专心比赛再说 大家新闻 陈晓玲编译 好 来关心非洲莫三比克部分贫困的老百姓 住在垃圾山的周边 一场大雨垃圾山崩塌 连带着他们的房子也被掩埋 此一志工是总动员展开了关怀 第一时间政府单位因为不认识此季 一度是表示拒绝 但是志工不放弃展现了诚意 这份真心最后终于获得认同 15公尺将近五层楼高的垃圾山 在一夕之间移为平地 大雨沉灾 首都马不多 贫穷人的聚集地让人更心疼 意外发生在凌晨 一岁四个月大的小男同事 在垃圾堆中被挖出来 他是幸运的 仅有脸部受伤 妈妈也只是轻伤 但在垃圾土堆里 至少有七间房屋被埋 十多人伤亡 此季本地志工在第一时间就前往灾区 却因政府单位不认识慈季 仅仍在旁了解慰问 在志工的积极沟通下 第二天终于能够前往收容中心探访灾民 却不料小卡车就卡在淹水的路上 引擎无法再发动 星系救灾 大家决定徒步前往 路上的冥冥难行 志工更在意的 是在收容中心里看见的不安 这里急需安心的力量 第三天慈季开始提供热食 大把的青菜和马铃薯来自大爱农场 福建商人陈祥泽也主动提供大卡车 还有必要的餐具 这一趟路是越走越顺利 提供的热汤是他们熟悉的家乡味 胃暖了心也暖 志工在送上毛毯身体更加暖和 除此之外还针对老若妇孺提供蚊帐 让他们住在帐篷里避免感染到疟疾 具体的救灾行动 让国家紧急救难中心对慈祭不再陌生 除了每天的热汤 对于未来的大米和胡惠床的发放很支持 有信心要一同陪伴受灾的人走过风雨 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 莫三比克报道 而在欧洲国家葡萄牙 去年夏天发生了森林大火 同样的很多老百姓是有家归不得 慈祭志工持续的关怀 也再度回到了葡萄牙 展开了发放行动 葡萄牙在去年夏天 经历90年最大干旱后 发生森林大火 烧掉19个台北市大小的面积 慈祭志工从12月展开勘灾 今年2月 再度踏上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沿路都还看得到烧焦的树木 这次来是为了一连两天的发放 分别在瓦泽拉市与唐迪拉市 给予受灾民众最有利的支援 预计发放的购物券 可以让受灾的农民在这间超市 买到需要的农耕器具 志工马不停蹄赶往第一场 瓦泽拉的发放场地勘察 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卡洛斯 是看到脸书讯息主动来报名的志工 还有当地中学生也前来协助翻译 这次一共动员七国志工 除了葡萄牙本地之外 分别来自英国 荷兰 德国 卢森堡 法国和美国 抓紧时间 志工努力布置场地 晚上还继续开会 详细核对流程 希望一切平安顺利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王以杰 李洪耀 秋锤杰 葡萄牙报道 来看这个故事 新加坡一位75岁的陈老先生 家里环境脏乱 志工本来想安排到家里清扫 他始终婉拒 志工与陈老先生三年来始终保持互动 最后他终于是接受了大扫除的提议 家里也患然一行 志工大扫除忙里忙外 为的是让75岁的陈阿公 有个安全居家环境 每一次他走路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穿那种塑胶带 穿塑胶带 那我就问他 你这样其实很危险 因为很滑 你会跌倒 他是说因为家里太长了 他不喜欢那种黏黏的感觉 新加坡慈济居家医护人员 早就想动手帮阿公打扫 但三年来一直被拒绝 他就说不要 他的东西不要碰 从拒绝到答应是因为信任 三年相处 如今阿公跟大家的互动 不再只围绕药丸 而是家人般聊着家里的大小事 小小空间焕然一新 一切布置都以阿公为考量 新铺好的床照组 也选了阿公喜欢的蓝色 离去前志工音音叮咛 阿公的家里干干净净 大家也感到安心多了 大爱新闻彭润平 蔡赞泽新加坡报导 落实环保来看厦门 有一家国际企业 老板自己本身就具有环保意识 因此也落实成为了企业文化 从垃圾分类到蔬食餐点 点滴都看得见 他的决心与用心 这里可不是一般社区的环保站 而是在厦门著名国际企业 领德叉车公司的园区内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志愿加入的 这个环保志愿群体 分成了有车间的一个垃圾分类 行政楼的一个垃圾分类 以及我们每一个都在回收帐 会有一些垃圾分类 公司的志愿者每个礼拜都会一起环保爱地球 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 那可能地球就会少掉很多垃圾 对于下一代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空间吧 工厂大量利用采光 节能减碳 整洁明亮更做到工业垃圾的回收分类 针对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垃圾的特性 然后分类成这种金属 微绘 木材 生活垃圾 还有塑料纸糊 然后后面他们就根据这种归类 在岗位上面分好类以后 然后才来投放 而办公区也设置定点的回收桶 大大减少垃圾种类混杂的情况 领德叉车公司亚太区的执行长 也以身作则 我的那一种基本上我就拿一个 旧的这个复印子的一个盒子 比如说有果皮啊 有纸张啊 我看到差不多满了后 我就拿去放在固定的地方 这样就减少我们最终分类的那个工作量 不止环境的环保 公司食堂也全面使用环保餐具 更在2016年7月 开设素食窗口推广蔬食 从2015年的50份素食餐 推动世界书醒日到开设素食窗口 逐渐越来越多人响应 从去年苏醒日的时候 我才接触到说原来吃素可以拯救地球 可以减少碳排放 我应该为了子女嘛 然后多做一些从吃素开始 现在每天的午餐都有200多位员工吃素 我之前可能是肠胃功能也有问题 吃素以后 现在肠胃功能都变好很多 从生活环保到身体环保 科技也成为好帮手 员工自发性制作厦门素食地图 安排环保活动等等 都在全公司的群组内分享 我个人身为一个慈绩人 也包括我爱我的员工 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说能够帮他们净化心灵 净化心灵就希望要说从环保开始 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志工 私姑私姐们陪伴 每个星期三风雨不改 就过来陪伴一起做环保 从慢慢慢慢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做到今天 自2011年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 在这里没有阶级的分别 只有爱做环保的一颗心 好 去年墨西哥发生大地震 慈继志工动员进入了灾区发放 这份助人的心念感动了当地的乡亲 今天就有十多位墨西哥来的志工 到台湾寻根 第一站到了台北慈继医院 墨西哥本土志工一起欢呼 表达到台北慈继医院的欢喜 接着医疗团队以影片介绍 分享医院的运作 看见在正眼上人带领之下 让医疗能走进更多需要的地方 墨西哥志工也实际走访医院的特色医疗 像是糖尿病患者出现下肢坏死 但医院秉持来者不惧的精神 成功抢救超过上千只脚 还有针对疾病末期患者 特别设计的心联病房 这些都让墨西哥第一位 皈依上人的本土之工塔尼 感受到满满的医疗之爱 紫季因为地震跟墨西哥志工结缘 彼此交流后更深入了解紫季医疗之业 他们也发愿将自己的感动传回墨西哥 牵引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善行列 台中的东市区有一名留同学 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本来想补贴家用了他去打工 没想到去年除夕夜下班之后 在途中发生的车祸 昏迷了近八个月 最后奇迹梳醒 现在附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 刘同学遭遇酒驾车祸脑部受创 昏迷将近八个月才醒来 刘同学有着阳光般的笑容 知道家里面经济困难 打工贴补家用 车祸那天是农历春节 大过年的干嘛要去打工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打工有达薄的薪水 很多亲戚朋友家人都在 等他下班 等他回路 家人等到的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差两百公司就在向日门口 就到家了 这一段路我们走得很远 走得很长 父母陪伴附健 刺激志工给予关怀 刘同学一天比一天更进步 救命一下吧 你看你好幸运 碰到那么好的爸爸跟妈妈 一场意外让全家感情更加紧密 勇敢地面对考验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百合 詹德全台中报导 我会想说环保的东西能再利用 不要一直丢给垃圾车 就是这样想法 这些孩子是原本逃避读书的孩子 唯有一对一的补救教学 才是不放进任何一个孩子的态度 南投的草屯 有一处狗园主人收容了三百多只狗 但是狗园的主人财务管理不佳 日前又因暗再生被羁压 导致这些狗狗长期以来 都没有获得妥善的照顾 甚至是不幸死亡 志工拍摄的画面中 地上有狗的尸体 一旁还有小狗 却生生地看着人 惨况不忍足堵 这处狗园位于南投草屯 收容三百多只流浪狗 环境却脏乱不堪 画面对我来讲很震撼很充滞 对啊 我不希望再有这个事情发射 狗园负责人财务管理不当 加上阴暗被羁压 流浪狗长期没有受到妥善照顾 目前整个狗园暂时委托一名临时人员管理 但狗的数量太多 他能力有限 打算先请一些市主 把寄养的狗领回去 他只要认得出狗 有办法确定这只狗是他的 我就让他带走 因为这样子 毕竟这一阵子我减轻我的负担 南投家住房治所 获报稽查 将依违反动保法开罚 并协助改善 收容的烂狗原本是好事 但还是要考量自己能力 并妥善管理 否则对这些动物来说 无疑是二度伤害 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导 为了服务更多听语帐的朋友 高雄市社会局推出 同步听打员的培训课程 除了打字要快 还要能快速地吸收内容 把话语画成文字 快速地把老师的话打出来 他们是为听语帐朋友 服务的同步听打员 要把声音转化为文字 我看 课堂上老师手机响 听打员要把状况打出来 我们可能就会刮号 然后跟听到的说 这时候老师手机响 可能要暂停一下 不然听到的会有时候会 不知道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 要成为同步听打员 得要通过基本条件 一分钟要打八十个字以上 正确率更要达到百分之九十 同时逻辑能力要好 临场反应也要快 每个发言的人 他讲话的口条 跟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在 透过文字的诠释 让我们的听讲者去了解说 原来这个人讲了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听语帐的朋友 他不懂得所有的服务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 我们有培训一些 同步听打的课程 来服务更多的听语帐朋友 目前高雄市已经有28名听打员 社会局每年也提供培训课程 培养民众第二专场外 更要帮助听语帐朋友 一起看见声音 大爱新闻家新销红树 高雄报道 好来看他们的智慧 台中市弹子区的清洁队 利用蚯蚓的生态习性 做成堆肥 省钱又环保 蚯蚓啊 蚯蚓能帮忙制造堆肥 您听过吗 生厨鱼打碎 让蚯蚓吃 他们的排泄物就是天然堆肥 跟传统堆肥相比 干净又卫生 整个过程没有抽 而且很方便在家里可以试用 然后用一般果子打碎那些 生厨鱼就可以了 潘子清洁队成立蚯蚓堆肥示范区 生产的肥料直接用在一旁的菜园 资源回收再利用 厨鱼回收回来还是厨鱼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那我们把厨鱼回收回来 我们提升它的价值 变成了肥料 研究发现用欧洲红蚯蚓 跟印度蓝蚯蚓效果最好 一天就能制造出肥料 一公斤的蚯蚓一天可以厨鱼 一公斤的厨鱼 传统堆肥的话 差不多是要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你还要在经过铺帅发酵 胶水保持湿度 胜出来的溢肥也集中回收完全不浪费 从厨鱼到肥料既天然又环保 大爱新闻张国端 郭季宗台中报道 去年底诗人余光中因病往生享受90岁 台北市文化局举办了纪念特展 余光中每个时期的珍贵照片 透过图文介绍 让民众能借由他的生平 看见大时代的故事 也代表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 大家晚上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本来说今天要放晴很多 但是今天没有预期那么多 主要是台湾上空有一些云气 还好在这个中午过后 有一个空档就跑出来 各位没有看到有一个空档 在中午过后 所以很多地方在下午的时候 就稍微转晴了一点点 不过晚上另外一波风面又接近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其实预计的礼拜六下半天 晚上开始有一波风面又接近 很快的礼拜一 二 转为这个东北风行的天气 接下来礼拜二就会回升 但是礼拜三又有一波风面又通过 所以礼拜三的那波 雨势可能会大一点点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会转晴 然后接下来各位没有看 下个周末可能还有一波风面会接近 所以最近大概两三天就一波一波的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春天的特征 这个变化速度很快 有很多小的系统不断地会发展 不断地会移入 请大家都留意了 这个时候常常有的特征就是说 你不是前两天 你不是昨天说今天会变晴吗 怎么今天变下雨的 或者说你不是说明天会下雨 怎么一下就晴了 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写照 所以请大家有时候多留意更新一下 这个气象的讯息 那未来这几天哪里会下雨呢 礼拜天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礼拜三礼拜天大概中部以北都会有雨事 各位没有看到中部以北都会有雨事 东半部也容易有雨事 中南部是属于多云到晴的稳定的天气 然后礼拜一会缓一点点 礼拜二应该是还不错 礼拜三又有雨了 各位没有看到礼拜三全台湾都有雨 所以未来这几天每天会不一样 请大家注意一看 这两天这个礼拜天礼拜一 然后礼拜二礼拜三 礼拜三全台湾可能都容易有雨 要注意一下了 礼拜三的这个环境 那今天晚上各地空气品质要注意一下 今天的这个高雄空气品质持续的是鸿海 鸿海这个压力蛮大的 那北部其实温度有点降 慢慢降15到20度 这个各地其实还算舒服 有一点凉那才不算太凉 但是北部要注意 晚上可能就有点降雨 那东半部也是一样多云 偶正雨的形态 今天晚上 下雨的机会稍微增多一点点 礼拜天白天就要注意了 我刚才讲过 中部以北是容易有雨的 有正雨发生的机会 那空气品质预计会转好一点点 那东半部也是容易有雨的天气 所以礼拜天要注意一下 有一点小变化了 礼拜天会下雨 中南部相对的稳定 空气品质希望会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那我们给大家点建议 晚上开始 风面就开始逐渐接近了 请大家留意一下 东北风开始增强 转为有雨的天气 周日一 北东温度会稍降 转量一点点 有正雨 周二回温 周三水气又多了 又有可能全台又有雨了 然后周四周五又变好天气 所以两三天一波 请大家务必要随时更新一下气象讯息 你掌握好气象预报 你才有好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电视数据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全球新闻 感恩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